你好,我是劉美爸 今天我们来回复一下 我整理了几个这一年多以来 最多人询问在线上开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网络上目前开课的方式有几种 第一种我们常看到的是在Haha上面去开课 或者是类似Haha这种线上开课的平台 另外一种就是上Teachable 目前有很多老师在教学 就是教你怎么样在Teachable这个网站上面 去开立你自己的线上课程 第三种就是自行架设网站 然后把自己录制好的课程 放在自己的网站上面 那这三种到底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我们先来讲讲 如果我们把你的课程放在类似Haha 或者是知识卫星 或者是好多 现在好多加线上课程的平台 放在这类的平台 它有个好处跟一个坏处 我们分别来讲 好处就是他们会负责帮你把影片拍好 这就是如果你们在在谈论的过程当中 有跟他们协调说 我不会拍影片 我有知识 我可以贩售我的知识 但是我不会拍影片 那他们会帮你拍好 比如说他们有帮这个老师拍摄影片的工作室 他们的摄影棚 然后还有后置剪辑 全部由他们包办 那你自己就是去他们的摄影棚录影 这样就好了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 你的分论会分的比较少 比如说他们50% 然后你50% 等于说有一半的利润是他们会分论分走了 那没办法 因为是他们帮你拍摄的 然后他们帮你后置剪辑的嘛 所以 之后的所有的营收 他们可能就会分一半这样 正确的比例多少 不一定 他们看你自己跟好好他们的公司怎么去谈 那当然除了好好之外 其他的这些线上课程的平台 大部分也都是这种拆分论的方式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你自己自己拍 自己录影 自己做后置 全部剪辑都你自己来做 然后你自己在你的工作室 或你家里 或在公司 你都把影片录好 然后上传到好好这类的开课平台上面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的话 你收到的分论就会比较高 我假设 可能这样子你会得到80% 那另外20%是分论给好好 因为毕竟他们是平台 你没有自己的平台 那不是你自己的网站 所以好处就是 你可能可以省掉很多自己叫网站的这些复杂的过程 然后全部委托他们 就好像你在虾皮拍卖 你把东西都上传照片 上传这个内容 然后到虾皮拍卖去卖你的东西 实体产品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自己架网站 自己去架购物车 你省掉这些麻烦 你就把它委托 把东西都丢到平台去 那平台当然要跟你收什么 收佣金啊 收这个分论的费用啊 你丢到虾皮拍卖去 那虾皮是不是在你成交的时候 可能会收多少比例的费用啊 那线上课程的话呢 因为它的课程架构 耗费的资源呢 事实上是比拍卖 还要来的多一点 我觉得哈 譬如说影片 它需不需要占平宽 要嘛 影片是不是要占很大容量 要嘛对不对 它不只是说 像实体商品 你只需要产品的照片跟文字内容 不只是这样而已 它影片的课程内容 它需要在很大的容量放 储存你的影片 而且除了储存空间之外 它还要去消耗它的频宽流量 因为每 比如说你1G的影片 你看完1G的影片 就等于消耗掉1G的流量 那如果你有1000个学生 看了影片 那是不是就要消耗了1000G的流量 所以一个影片课程的平台啊 它的成本其实是蛮高的 好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都委托他们去做 但是坏处呢 也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分润 就要分给他们多一点 你自己得到收入就会少一点 那第二个我觉得 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 就好像你把东西放在小米拍卖 可是就有很多商家 当他做出了知名度之后 他可能就不会想要放在拍卖 因为他很容易跟别人做竞争 那他会怎么做呢 他就会自己去申请一个网址 自己搭建的一个网站 线上购物的商城网站 完全是自由品牌的网站 自己的网站 自己卖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线上购物系统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很多自己的商品 很多自己的课程 那你就比较适合 我干脆就自己架一个网站啊 然后放在自己的网站里面 所有的利润都是我自己百分之百全拿 如果你想要做到这个样子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除了刚刚讲的这个 委托给哈哈之类的 线上课程平台之外 我们再讲第二种 就是自驾网站 自驾网站里面呢 又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 很多老师现在教学 教你把课程放在teachable这个平台 或者另外一种就是我自己做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架一个网站 然后把课程放进去我自己的网站 这两种呢又有什么差别 一样都是自己架网站 但是这两种架站方式又有什么差别 第一种就是刚刚讲的teachable 你把你的影片上传到teachable去 我们讲好处 好处就是你省掉自己架网站的力气 因为它是一个功能都已经做好的一个平台 它没有太多其他功能 它的功能主要就是在卖课程 你不能够在上面去卖实体商品 你在teachable这个平台 你单纯就是去卖课程 所以在那个平台里面 你可以去上传你的影片 你可以自己去定价 这是最大好处 就是它已经功能都已经完好了 你只要开通账号去使用 这样就好了 那它的坏处是什么呢 就是金流的部分 你必须要他们拆的分论 应该说手续费啦 不能讲分论 应该讲手续费 就是你每一笔他们拆的手续费 会比较多一点 所谓的手续费就是 你今天成交一笔 他可能抽5%或10% 看你的不同level的等级 看你购买的是哪一个方案 那第二种比较大的费用支出 就是租用费 比如说你一个月要缴最少39块美金 这是最便宜的方案 那再上去的话 你一年可能就要5万或是9万之类的 假设你要买的方案是比较高借方案的话 你每年的支出就会比较多 那第三个我发现的就是 他们都是用PayPal来收款跟付款项给你 PayPal的手续费蛮高的 比如说你每一笔的成交到 你必须要把它 比如说台湾的话 是跟玉山银行合作 那你就要去玉山银行把你PayPal的款项 提领到你的玉山银行 然后你才能够拿到台币这个现金嘛 所以他这个PayPal的付款方式就是 全世界人都可以付款给你 是由Teachable这家公司先代收 因为他们是用PayPal的收款 PayPal他也支援刷卡 所以全世界人都可以刷卡付款给你 然后他们再用PayPal 支付到你自己的PayPal的账号 你自己的PayPal的账号 再把它提领到你自己的玉山银行去 所以这中间的过程 你被扣掉的手续费 可能将近有5%以上 因为他们先收了款 这个就已经有一个手续费 然后他们再付到你的PayPal 再由你的PayPal转到玉山提领 再由玉山领出来现金嘛 这一个一个关卡里面都会有些手续费 所以可能每一笔成交都会被收5%以上 甚至更多一点点 这个是他的缺点 你就会少赚一点就对了 所以在Teachable这种驾站平台上面 他优点就是他已经有一个网站功能了 你不需要去烦恼怎么样驾网站这些事情 然后你就只要把教材丢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缺点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的手续费会付的比较多 然后你每个月的月租费用会蛮高的 当然如果你赚的钱 可以cover掉你的那个月租费 而且还有赚 那你不在乎那就没有关系 你可以图个方便 就直接把你的课程上传到Teachable这种平台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种呢 我要讲的就是 我自己在做 就是自己用Wordpress去架网站 然后我的服务就是提供 帮不会架网站的客户架好这样子的网站 这个好处是说啊 自己架网站可以是百分之百操控你自己的店面 是这个意思 就好像你今天去外面租了一个门市 然后你把所有的器材 你要用的备料全部都放在这个门市里面 开始做生意 打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店家地址 电话 网址全部都公开出去 然后打自由的个人品牌 这种方式是百分之百把你的品牌效益发挥到最大 因为你有自己独立的网址 还有你可以任意的去修改你的网站内容 包含你的美工 包含你的功能 你还可以去安装外挂拓展你的功能 这个在别人的网站里面 是不允许做的事情 你不能去修改他的太多的美工或太多的功能 你不能去修改他 因为他提供的这个平台给你用 比如说Teachable 他提供这个功能给你 你要你就去主用 你不要你就不要用 你不可以说我要用 然后我要给你修改你的功能 这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提供的方式就是比较适合 你想要有百分之百的掌控度自由度 你就适合自己架一个网站 你不会架 我们就把这个网站整个架好 然后卖短给你 这个网站是你的 我们唯一收的费用是维护费 就是这个网站总会出现一些需要更新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相容性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帮你排解掉这些问题 或者是骇客入侵的时候 或是网站需要备份还原的时候 我们帮你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最大好处就是这个百分之百是你自己的 你将来不再让我们维护了 你想要搬家搬到其他虚拟主题商 你想要自己维护 你已经学了很多了 你想自己维护 你可以自己维护了 那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就卖断了 你就直接拿走 我们也不会再去收你后续的费用了 这个是我们目前在提供的服务 就是架一个买断型的开课平台系统 你想要卖课程 或是想要卖实体商品 全部都可以 好最后就讲到了金流的部分 你说我们提供的服务是 完全帮你架好一个百分之百自己的网站 那问题是你怎么收钱呢 像刚刚讲到的Teachable 或者是你在虾皮拍卖 或者是哈哈那类平台 是由他们去带收款 然后再把款项汇给你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自己架网站 那你自己怎么去收款呢 你怎么让客户在线上刷卡呢 好这个就是要配合到台湾的金流机制 台湾刷台湾的信用卡 这个台湾有台湾的第三方金流公司 我们会帮你做串接的工作 你就不用担心 你只要去申请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申请台湾的金流公司 你只要申请下来了 我们就帮你串接到网站上去 那你就可以让台湾所有刷信用卡的人呢 在网络上直接刷卡付款给你 然后自动开通你的课程 但是如果你说 我可不可以刷国外的卡 基本上台湾的金流公司是不允许刷国外的卡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是申请PayPal的账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结账的时候 都会分成两个选项 一个是台湾国内的刷卡 一个是PayPal的国外海外人士刷卡 所以只要你是客户在海外人士的话 他们就选择PayPal 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国际信用卡 或者国外的任何信用卡 都可以在PayPal上面刷卡 那如果他是台湾人的话呢 他就直接串好台湾金流 用台湾的界面去刷卡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还是能够解决到你收款的问题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在台湾刷台湾的卡 他的手续费会很低 顶多顶多就是2.8% 所以你赚到利润就会多很多 那最大好处就是什么 因为这个网站非常自由 加上你的SEOR要住在自己的网站 你的搜寻型优化 住在自己的网站 甚至你要打广告啊 就是抵达位置就是你自己的网站 你要让流量集中到你自己的网站 肥水不落外人田 这是我们做网路行销的人 非常讲究的一点 就是不要把流量送给别人的网站 什么叫别人的网站 你用Teachable就是别人的网站啊 你用好好租用别的平台就是别人的网站啊 难道你希望自己去买广告付的钱 然后导流到别人的网站上去吗 我们做网路行销 当然是很忌讳这一点 一定要把做的付费流量导回到自己的网站啊 所以我们才鼓励你说 好你要自己加一个网站 而且现在维护网站架设网站 其实不像以前那么困难 现在全世界有40% 目前市占率排行全球第一的 就是Wordpress架站系统 我们就是帮你用全球第一的 Wordpress架站系统架好你的网站 有问题的时候呢 随时uncall 就是我们给你一个LINE一对一的咨询 网站有任何问题 你都是可以直接透过LINE给我们回复 我们就可以教你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甚至直接帮你处理掉你遇到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年多以来 最多人问到的问题 那我们从2019年开始 就已经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 但是这一年多以来 最多人询问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 他想要做线上课程的系统 可是找不到解决方案 所以这一年多以来 最多人问到就是这几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个人 或是你是公司 你遇到了不晓得怎么解决 经由处理的问题 线上刷卡的问题 架设网站的问题 全部都可以由我们帮你搞定 OK 我是流奶爸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在下方点击我们的网址 去参考我们提供的服务 然后右下角有一个我们的LINE 你就直接在LINE上面 跟我们咨询就可以了 祝您可以在知识变现的路上 能达到灵药的成果 你能达到灵药的成果 请不吝点赞